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佩文 美國華裔學者袁茂春在特朗普總統任內期間 推動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革命性轉變 更加是首度將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概念帶入了華府 儘管它受到中共官媒的遺剿 但同時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讚賞 袁茂春近日在美國之音專訪中提到這個過程 袁茂春在2017年由美國海軍學院進入了國務院智庫 受到時任的國務卿蓬佩奧的賞識 成為了國務院中國問題首席顧問 拜朗普政府之後 袁茂春回到海軍學院任教 並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擔任中國中心主任和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過去近20年來幫助中國人退出中共的海外退黨點上 一直有中共不等於中國、愛國不等於愛黨的警據 而袁茂春是首個提出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的觀點 並成功將它引入了華府的人 袁茂春在接受訪問時回憶 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這個概念是她最先提出來 時任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受了她的建議 首先於2019年在一次演講中非正式講出來 然後於2020年在加州的 尼克松紀念圖書館發表演講時 正式推出了這個著名的論段 2020年的7月23日 熊佩奧在尼克松紀念圖書館發表中國政策演說 提到要和中國人民交流 我們必須要與中國人民進行接觸 並賦予他們的力量 他們是充滿了活力 熱愛自由的人民 與中國共產黨完全不同 中國人民誠實意見對中共造成的恐懼甚至任何的敵人 袁茂春說在特朗普時期中美之間發生了一些輿論上的口水戰 中共反應最爆裂的一個論點就是這句話 即是中共和中國人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他們對這個非常敏感 究竟是什麼原因 因為這是他們自覺方面最大的一個法寶 袁茂春認為中共自建政以來言必稱人民 從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和人民幣、人民民主專政 到人民公社似乎中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其實是剛剛相反 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斷裂的 有時是水火不用 袁茂春說中國共產黨每年的醫療支出 80%以上 只是供養人口1%左右的共產黨的高官 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沒有醫療保障 中國經濟發展當然是有長足的進步 但實際上是富了這個黨、窮了這個國家 老百姓也不是說沒有經濟上的增長 只不過貧富之差的區別非常之大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 連中共的總理也說 大概40%左右的中國老百姓 每一天的收入都不高於5美元 就是每一個月的收入大概是1,000元左右的人民幣 華府區分中共與中國人民觸痛了北京 時任的中共外長王毅在2020年的7月 曾經在外交場合聲稱 美國污衊了與中國人民血肉相連的執政黨 但王毅的說詞在網上隨即遭到網民的飢訪 王毅指的血肉相連是指八九天安門的坦克血肉相連 2020年9月3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大會堂 舉行了抗戰75週年的座談會上 聲稱有人將中共和中國人民 割列起來、對立起來 中國人民是絕對不會答應 余茂春近日對美國之音說 他這個論斷正在是受到美國政府 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余茂春在區別中共和中國人民的觀點 現在仍然是被美國政界不時應用 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在2022年的5月19日 成立了中國中心 由蓬佩奧擔任諮詢委員會主席 余茂春擔任中心主任 2022年的9月13日 蓬佩奧發佈與中國人民直接對話系列的首個影片 主題即為中國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人民 余茂春當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希望和中國人民有更深度的交流 因為中國政府不代表中國人民 2023年2月28日 眾議院跨黨派的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 舉行了首次的聽證會 要求美國採取緊急行動 應對中共構成的生存威脅 余茂春曾協助蓬佩奧一手促成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革命性轉變 一改過去的綏靖主義 余茂春帶頭論證的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挑戰 已經成為美國兩黨及全社會的共識 余茂春認為特朗普政府尤其是蓬佩奧領導的國務院促成了撥亂反正 美中關係重新回到一種我們認為是比較正確的軌道上 他本人很榮幸地盡了美國公民的義務和職責 參與了這個過程 捍衛了美國國家的利益 美國之音認為拜登政府改變了特朗普政府很多的政策 但卻保留了中國政策的精髓 深刻改變了以往40年來 美國對華政策的軟弱無力 余茂春對美國之音說 美國政府現在是有高度的一致性 認識到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事實 認識到對付中共的威脅 比對付當年的蘇聯的威脅要艱難得多 余茂春在美國得到一位美籍華人學者罕見的榮譽和地位 但他的出生地是中國 中共官方發動了民間的輿論 對他進行萬罵的圍攻 余茂春認為實際上對華政策的改變 最根本的推手是中共自己 他們自己的言行 他們所作的一切行動 是美國甚至全世界制定新的對華政策的最根本因素 無論是30多年前的六四血腥鎮壓 3年前香港的抗爭之後 北京的清算 或者是現在台灣海峽的風雲緊急 美中關係的低點都是中共自身的惡行所致 余茂春還提及到在幾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今日頭條》 發表了一篇批判他的文章 其中大量引用了一些他在美國之音接受訪問時 談到有關新官素源的想法 他的想法都是有理有據 他將他的想法都引用了出來 結果這篇文章下面有100多條的評論 全部都是支持他的 但最終今天頭條這篇文章馬上就被刪除了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林海中的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的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最終的字幕補充 … 請多多詞 … … …